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和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是这个苹果 苹果是否够忙呢? 我相信也是 因为苹果在华的 一些数据 不多英俊 不多英俊之下 他也只能够 是 够忙 原来 苹果的CEO Tim Cook 富克 他20日到了上海 我们看回照片 富克就说偶遇 中国的明星增瓦的郑海 究竟是否偶遇呢? 我觉得不是 应该是弱的 就是跟郑海一起 去吃小笼包 亦都说 很欣赏上海这座城市 他原来就是日前 夜晚时候就现身于上海的静岸区 是帮苹果新的门店揭剥的 原来富克 已经 去了中国很多次 上一次他去中国 五个月之前 富克这次访华 其实就是 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大幅下滑 的时候 所以 基本上西梅就觉得 他这次去 上海 都是 为了救忙 当然有人就说 他又说到中国市场那么重要 为什么 要 在印度建这么多厂 实际上 苹果是在印度建厂 但你不要忘记 就算 再多的厂 外界估计他最多最多 都是搬到三四成去印度 如果有个国家有六成究竟是否重要 所以他说这句话没错 对于苹果供应链来说 没有一个地方是比中国更重要的 当然他也说 中国对苹果业务是至关重要的 在华期间肯定了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重要性 他也说 苹果和中国供应链是非常 是融合的商赢关系 对于苹果供应链来说 没有其他地方比中国更加重要 傅客亦是 接受媒体访问时 亦是承诺会加大液在华投资 那你说 是否他一定要把厂搬到印度 就算他不想 在美国的重压之下 他也要这么做 是吗 我觉得 他肯定要做 虽然他就搬很多厂去印度 但是你说会不会 舍弃中国 或者 中国立刻和印度是对调 印度变成第一 重要供应链 中国变成 第二 我觉得 起码 很多年才能做到 起码十几年 十年八年 都未能够这样做 所以他说 现在 中国比任何供应链更重要 是没错 这句话是没错 当然 有些人引述 网上的人说 为什么搬这么多厂去印度 是有搬的 你想想 他是一家美国公司 美国政府对话的关系不好 其实他是不是也需要 做些事给美国政府看 是吗 是吗 当然也是那一句 在哪里 吵事业务 就是在守哪里的法律 像TikTok 要么你就跟TikTok说他犯了什么法 要么 你就好像 当然有人说 TikTok 大陆是禁止了 Facebook和Google 大家不要忘记 他就是要Facebook和Google 守他的法律 还有 大陆有没有逼Facebook和Google 卖了出来 没有 没有 这是我的看法 TikTok 反正有理有接就做 是吗 国家 当然有些人就说 国家这样撑他是不是盲撑 我觉得 就算有时候 你说盲撑也好 国家也要这样做 当然我觉得不是盲撑 因为他始终都是要跟民众说 我的企业 如果是守当地法律 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他也要跟别人说 是吗 看回原来 富克 亦都说30年前他去过中国 那时中国工厂的条件 亦都是非常差 工厂有很多人 现在中国工厂 现代化 水平已经很高 拥有非常先进的製造能力 和训练有数的工人 但是 在未来来看 2030年苹果所有产品 要实现碳中和 双方 都要作出大量的创新 其实他这句话后面那句话 也是担心别人打他 为什么迁厂 他说这句话 他说迁厂的原因就是 碳中和做不到 所以要去一些其他地方 做 其实富克亦都在微博上 当然 除了偶遇增瓦之外 偶遇增瓦之外 当然他 还做了很多 干关的东西 救亡是应该的 因为每个公司的CEO都要为自己的 企业着想 当然他现在 当然看到中国价值才会去救亡 如果不是救什么 你好像去到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国家 他连苹果都买不起 那他救什么 连苹果店都会放在这里 其实这家上海 正安店都非常宏伟 他就是出席了开店仪式 他现身在正安店的时候 其实就是和苹果 零售高级副总裁 就是 O'Brien 一起是为开业造势 这是苹果在上海的第8家 线下直营店 亦是在中国大陆的第46家线下直营店 当然 西方媒体 亦列举了 苹果这家店的规模 原来苹果上海正安店预计 佔地面积是3835平方米 总共投资是8340万人民币 零售店 等级正是仅次于 是美国 纽约第五街 或者第五大道 的全球苹果旗艦店 是国内规格最高的苹果直营店 亦是苹果目前在全球第2大的线下直营店 除了美国的旗艦店之外 最强就是这家正安店 中国是苹果产品重要的市场 巨大的製造地 在地缘政治那么紧张的时候 富客频繁访中国 亦展开了所谓的 公关公势 这次访华之旅 大家都知道有些数据是不好看的 所以富客一定要做事 原来苹果在华油销售量 亦大幅下降 记得之前 有些黄友就说 中国人很爱国的 为什么买这么多苹果 其实一个月的销售量 就不代表全年 还有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 是你们经常说外国 当然有些人因为外国而买华为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都选择国家都没逼你去 买华为 所以 根本就是很自由去选择的 之前就说 是共产党禁了 党员用苹果 看回 真真实实的 现实就是 去年第四季度 中国市场 是帮苹果创造的营收大概210亿美金 占销售量的17% 同比下降13% 2024年首六个 星期 苹果iPhone的销售量比 2023年同期 跌幅达到24% 也挺大 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市占率 已经是缩度剩下15.7% 如此同时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的销售量大涨64% 苹果开年的销售量 也是一般的 不过有几个原因 苹果在高端市场面临着华为回归的激烈竞争 同时 同时也受到OPPO Vivo 小米等等的中国製造商 是进行一个 这个价格 价格 如果性价比这些手机性价比 所以iPhone15 和iPhone15 也没有显著的升卡 影响了消费者换机的意欲 今年前六个星期 在中国国内市场前五名当中 排名第三的 荣耀销售量增加了2% 排名第一 和第五的小米 他们的跌幅 即销售量跌幅都比苹果小 此销比奖之下苹果就变成这样 iPhone15等等的产品在中国受挫的时候 苹果 亦都是 它是有很多措施的 除了 除了这个正安的苹果店之外 亦都是多于措施加码 在中国的市场 原来苹果的官网也宣布要扩大 在中国应用 研究的实验室就为了支持产品的製造 这个公司将会提升上海研究中心的能力 帮所有产品的可靠性 质素 还有材料分析等等提供支持 其实今年之后 这家超级巨企 亦都会在深圳 新开一个应用研究实验室 并且深化和本地供应商的合作 新的实验室 会增强对iPhone、iPad和Apple Vision Pro 产品测试和研发能力 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在北京、上海、苏州、深圳 设有研究中心 苹果亦说 他们公司已经为应用研究实验室 投资超过10亿 是人民币 这些实验室主要是为全球 工程和设计团队提供资源 帮助他们测试 原形 还有进行改进 并且确保每款设备都能达到苹果要求的质素 和性能标准 同时 这些实验室 亦都是 近 组装和生产基地 所以可以更加紧密地和供应商 调整 这就是最好 因为它近 当然 要造成 一个布局 你肯定有差不多的市场 以及有差不多的人才 才行 以及有些是支撑你的 政策 我相信苹果 和中国的合作 上算愉快 之后会再搬 人道当然会继续 就算他不想搬 看到这样的时势 美国或多或少都是 政府有没有施压 我不知道 你看到这样的时势 老闆 美国总统 如果他这样 他也要想一想 做表态 当然 而且 实例来说 印度人工便宜 记住印度人工便宜 但这些研发 他就多数放在中国 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 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升级 另外 这个苹果 的CEO 除了见了郑海这位 是中国明星之外 他 亦都是这次到访上海 是 访问上海交代 和多个上海的企业进行交流 而且 比亚迪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兼总裁 王全福 亦都现身于上海 苹果 中国总公司 是和 Temcook见了面 当然当日 比亚迪电子 还有 蓝丝科技 长形精密等等 苹果供应商 亦都展示了智能 制造技术 以及为苹果生产的零部件 产品 王全福 还有 跟Temcook 一起参加比亚迪的展台 而且最吊轨是什么呢 就是 苹果宣布不整电动车 会和比亚迪有些合作 当然外界这样猜测 但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比亚迪也被 西方钉上了 所以可能 其他的合作 电动车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被西方钉上了 苹果现在这样搞 可能也是危险的 当然 当然 每个 企业都为自己利益着想 亦都不用对他们的寄望太高 觉得他会很爱中国 其实也是赚钱 Temcook亦都说 过去30年 苹果一直 在不断创新 当中是 进步的 亦都为中国顾客提供 最卓越的产品 还有服务 他亦都说 回到上海这座非凡的城市 令他特别喜欢 他就很喜欢上海的 Anyway 他客气 或者怎么样 事实上 这个中国市场的确是大 他都要做一些事 都是要救一救忙 除了这件事之外 苹果还有一件事都很大话 就是美国司法部 起诉苹果垄断 原来美国司法部 亦都是对苹果提起诉中 声称苹果的生态系统是一种垄断 就是牺牲消费者开发商 和竞争对手手机製造商的利益作为代价 亦都推动了 一个天文数字级的估值 估值是指他整间公司的估值 一有这件事之后 那就大事了 苹果的 股价就是下跌了2.6% 差不多是亏了8000亿人民币 美国司法部当然 一份声明当中也说 为了令消费者继续购买苹果的电话 苹果是采取了 阻止 跨平台消息应用的 措施而限制了第三方的 这个是 银包和智能 手标的兼容性 第三方应该是电子钱包 并且是破坏了 Apple Store 流程和 云流媒体的服务 其实苹果在声明当中说 不同意 在诉讼的前提之下 将会进行辩护 但究竟如何辩护 法庭见 法庭见 当然 现在中美关系 你说是否很差 不是很差 但是你说好好的感 当然不是很好 其实美国又在说 现在美国政府又炒作一件事 苹果 你说他搬去印度 就算他不想搬也好 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 是这样 我们也说 你搬别人也搬你 当然中国 亦是投资少了 在美国的投资也少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很多中国人也是抛售资产 当然有些人说是他回水 就是把钱扳回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有些普通人 不是太富裕的 或者不是 其他的大工厂 大陆的大厂 其实他们都觉得 唯有风险不如走 卖了他去其他地方投资 也不奇怪 美国近年也多次说 中国黑客进行网络攻击 但是 你有没有真凭实据 中国政府做 就没有 暂时来说都没有 最近又开始炒作 但是现在的焦点 就放在基建的领域 原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尼文 和环境保护处处长 也联合写信给各州州长 就说有外国黑客 现在对全美国的供水 和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攻势 并且是特别提了中国和伊朗 沙尼文 亦都在公开信当中 网络攻势 是现在不断地 向 美国各地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 都是不断地搞的 这些攻势可能会破坏 清洁安全饮用水 这个关键生命事 并且影响 社区 而且会带来重大的损失 他也说 他写信是为了描述 这个威胁的性质 并且请求各州州长 要合作 要做出重要的行动 同意确保供水系统面受这些 网络攻势的影响 当然这些是否中国官方做 他就没有证据 他也说 两大威胁主要是来自 伊朗革命卫队的黑客 和中国 黑核组织 就叫做 伏特台风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些又不关官方的事 当然他们会将它 放在一起 说是中国政府搞出来 但是 证据是未有的 他就说 前面那个 叫做伊朗革命卫队 也是 实施破坏 之后 中国黑核组织 就是 预先部署 以便在发生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军事冲突时 实施破坏 当然他们就说 伊朗革命卫队就是平时破坏中国就是紧张事件的破坏 沙利文和 刚才说的那位环境处署长 亦呼吁美国各级政府积极行动 并且在当地时间 在今天 就开一次会 就讨论 保护关键水利部门免受网络攻势的必要性 这些肯定是必要的 哪里都必要的 但是究竟是否中国做呢 近年来 亦都很多人说的 中国网络安全 即是攻击人家 去年开始美国政客 亦都是 去年开始搞选举 亦都炒作 放在基建 无端 就说这个中国黑核组织 是 福特峰 说他们是用手的 今年2月时 FBI和美国 网络安全 及基建设施 局 和美国国家安全港 亦都发布了一份 报告 所谓的 福特台风 黑核组织 入侵了美国一些网络的时间长达5年 或者更久 现在你才找到 虽然 虽然他们只是 直接针对美国的基建 但是 这种渗透 很可能已经到五眼集团其他盟友 当然之前加拿大说过 亦都是中国客客事 后来 FBI的局长 亦都说 中方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当中 植入了恶性软件 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后来 究竟有什么软件 你又不公开 外交报发言 毛铃亦都说 中国坚决反对 并且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方在缺乏有效证据情况下 网家 结论 对中国无端 抹黑指责 是极不负责任 纯属 混淆是非 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 毛铃亦都说 事上公然将他国关键 基础设施列为网络攻击对象 其实有很多国家 包括他们说是美国 网络司令部 去年中国网络安全机构 陆续发表 报告 揭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 网络的攻势 当然也列举了一些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的 政策和做法 将全球关键基础设施 置于巨大风险之上 美方应该停止在全球范围内 搞网络涉物和发动攻势 停止利用网络安全问题 继续抹黑他国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就继续论